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我们还可以直接手上哭穷的方式 如果遇到他人向我们借钱 但是确实没有钱可借 甚至实在不想借钱 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方法 直接告诉对方 我们每个月需要还房贷车贷 同时家中的小孩子也需要购买一些蓝粉尿不湿的 那么也是一笔大的开销 自己每个月所剩无几 实在是没钱借给你的 如果说朋友听到我们这样 还要为难我们 那么就不是真心朋友 而且大部分的朋友 听到我们这样说 也不好意思向我们借钱 毕竟我们说的比他多可怜 甚至还害怕我们向他借钱 所以遇到他人向我们借钱 我们就可以直接手上这个方法 第三 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上 转移大法 就可以直接讲述 自己的财政不在自己手上管着的 如果说是已婚男士 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家里的财政是老婆掌管 如果说是单身人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家里的财政是由爸爸妈妈管的 自己身上只留一些生活费的 实在是没有钱可借出去 朋友听到我们这样想 他们觉得也不会再为难我们的 同时如果朋友还执意要借钱 我们就可以直接让他找我们的爸爸妈妈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也会碍于面子 觉得借钱并不是一件光荣事情 肯定越少人知道越好 所以就会知难而退 那么下次遇到他人 向我们借钱就可以用上这个方法 第四 如果前面三种方法不管用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手上这样的缓冰之计 什么叫缓冰之计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讲解对方听 前一段时间投入到股市 现在是动不了 也是拿不出来的 必须得等到几年之后才能拿出来的 这个时候朋友听到我们自然也不会为难我们 而且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你实在需要我帮忙的话 那么等到钱到期之后 我将它取出来再给你 这个时候朋友听到之后 也肯定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想帮助他们的 而且等到我们钱真正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 取出来 没准朋友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同时我们钱也没借出去哦 在生活中遇到他人向我们借钱 我们只是手上这四个方法 就会轻松的维稳拒绝他人借钱 同时也不会伤害到感激 是不是非常不错呢 对